大家好,我是阿周 今天这个影片很特别 在我出生的台湾省台南的麻豆 这边有一间家具店 叫做西西家具 这个老板非常的酷 让他员工在苦中作乐 他自己淹大水损失了近百万的一个 应该是上百万吧 的一个灾情的损失 不过呢,他也就是灵机异动 就有以下这个很有趣的影片 那这个影片是我经过他的同意 我有实际上有询问 所以说这个不会有一个侵权版权的问题 经过他同意我制作了这个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首先会看到他的员工 在这边准备要怎么样 要开始运作 运作他们要这段影片的先前作业 开始用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泡水的弹簧床垫 由这个弹簧床垫呢 开始当做湖板 因为弹簧床垫 本身有福利 那可以让它飘在水上 稍微的呢 之后就用动力的方式 就洗下的这个影片 希望大家看了会会心一笑 这个真的是苦中作乐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看这段影片 这是完全是由西西家具 有同意阿州可以播上去的一段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段影片 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影片呢 是经过西西家具 她的同意 所以说我大致上就开始 大喇喇的就开始帮她配音乐 那我本身是玩音乐的 玩电影的 所以说我很喜欢这样 那我这边也要讲一下 这间西西家具也非常的有爱心 看到在淹水区域的老婆婆 她们家淹水 那她就直接找她的员工 赶快的就帮这个婆婆 把她的床给储装起来 这个是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有机会 大家如果说家里需要家具的话 可以就近在麻豆这边 如果是住在台湾的 可以住在台南的麻豆 这边这家西西家具 我大力的推赞 这间家具店的老板 真的是太有爱心了 而且太有创意了 好的 影片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影片见